男子好生气 因为手机转账额度 竟然无预警被下调 变成一天只能转人民币500块 大约2200多块台币 年度限额则是1万人民币 如果要提升额度 就得带证明零贵半礼 好多人都遇到同样情况 舆论瞬间沸腾 你直接关闭转账功能得了 所使资金流动 这样就不会有电信诈骗 难道银行就没有想过吗 如果有人等着这个钱救命 这个钱转不出来 该怎么办呢 话题登上社群平台 微博热搜榜 有网友哀嚎 吃完饭无法结账 有人没办法付孩子学费 气得呼吁大家 别再把钱存在银行 还有人开酸 干脆恢复现金交易 要求我最好带上 除了银行卡身份证以外的 收入证明 社保缴绕证明 房产证等辅助证据 最根本的原因 它其实就是为了 防止银行被挤退 银行解释 这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 但是各家银行 对于风险控制的尺度和理解 有落差 才造成误伤一般客户 但是也有舆论怀疑 其实是因为中国经济差 银行遭房地产和地方坏债 拖累快破产 所以才出招房几队 据报7月以来 浙江 山东 山西 河北等地 有多家银行 都发出调降部分客户 非零贵转账额度的公告 明日新闻送个报道